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GORIS 10PS GDC4的小刚 在那边先感谢一下 这个马来西亚吉隆坡Mid Valley的 这个进攻SECOR的这个专柜boutique 这边借小刚拍摄这一只手表 那一些详细的规格 如果影片没有讲到的话 小刚会留言在下方 写在这个留言板这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今天要讲的这一只是 也算是近期所推出的 一个新的限量版 限量发售的 鸡尾酒Presage这个系列 Cocktail 那这个系列为什么小刚会选来讲呢 因为主要是看它不一样的面盘 这个24681012这种 终于不是这个369 那很多人讲小刚喜欢369 对不对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它简单的规格 这个就是SRPF43 Made in Japan 这个全日本制造的 这个它这个款式 然后38.5mm的这个规格 这个表径 然后不大不小 这个说男生女生 带作为一个38.5来讲的话 正装或休闲呢 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非常的 就像说斯文中 带一点点 带一点点怎么说 有那个个性 我可以讲11.8mm的这个厚度 表尔到表尔只有45.4 应该45mm左右的这个表尔到表尔 所以非常容易可以驾驭 甚至你的手是14mm那种小层细的手腕都可以驾驭 然后这个全不锈钢的表克啦 这个箱形的这种凸起的这种矿物强化的玻璃啦 这个这个透背的有做透背50米的防水这些都有 那其实这个是还有两个型号的 一个是绿色的哦 它其实叫Matcha绿茶 那这个叫Hochitcha Hochitcha这个反正我会比较喜欢 所以今天选来做影片 那你会看到Presage还是一样 它龙头我是比较喜欢 它做的是比较凸 然后比较容易可以抓 而且它有那个很大的一个S的那个logo 那个雕刻的那个S 进攻的那个S字 在雕刻在那个 那个龙头的部分 这个我是个人非常喜欢 尤其是侧面看 你看它那个凸起的那个表镜 跟它这个非常圆润的这种表克啦 这个是我最喜欢Presage的一点 然后再加上这个面盘也要讲哦 那Presage这个卸戴也知道 基本上卖的就是它的面盘 那面盘绝对不马虎哦 你没看到它基本上其实跟 你在低价位或高价位的表 都不会看到有这样子的设计 这样子的带出来这种美感啊 只有精工Presage 那么多的品牌 我只有在Presage这个系列才看到 它日本精工很巧妙的用了这种 他们当地日本的这种百年的这种工艺啊 这种艺术啊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品 这样子去欣赏这个面盘 真的很想把那个玻璃拿掉去摸一下 这样子啊 真的非常吸引我啦 这个面盘 尤其是这个指针 贵妃针啊这个指针分针 你会看到我非常的优雅 这种尖尖的这种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贵妃针 你会看到它这个 你会看到为什么它好像有反亮这样的 对它其实非常的用心哦 在细节上 那个它用了一半是用磨砂抛光的这种磨砂处理的雾面 一半是另外一半是用了这种镜面抛光的 所以你看到它好像那个交错感哦 是你感觉到它有一种反亮的一种 那种交错感是非常的丰富的 这个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配上它这个啊 这个蝴蝶折的这种表扣 而且还有这个复古的这种中褐色的 这种奶黄色的这个稍微一点复古的这种表带 我个人真的是觉得这个表做的是非常吸引我啦 然后再加上一个透备的这个4R系列的基金 不用讲了 这个不算 一般上4R系列 你看到金色的这个上链的转盘 这个21,600平振率 动力储存是超过41个小时 秒停啊 这个日期的快调这些通通都有 要讲一下 这个表带的部分是一大的特色 它今天加入了这个全新的这个快拆的部分 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表带 这边可以很容易就拆下来 换上一些另外一些的表带了 这个全球限量这个700支的 这个7000支 这个是最近这两个月才所推出的这一支 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 这个中褐色的这种 这种咖啡色配上这个金色的这个 这个index这个指针 这个刻度这些啊 真的是非常吸引我 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一款 SRPF43 喜欢的朋友 真的是值得去看一下 因为这个 我个人觉得比起之前那些啦 它的设计的面盘就比较少见到啦 这个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 拜拜